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 并且以平等与慈悲心行菩萨道 救度累世父母以及无形的众生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 观无量寿佛经说 佛心者大慈悲心事 我们要以平等与慈悲心行菩萨道 救度累世父母与无形众生 无法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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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教我说的 主必定定 求度重心 这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这就是菩萨道 就是要这样做 我们都要来发菩提心 我们都这样来做 所以说我们现在高文文仪这么大 这么大我们比方是要如何 救生 救生 救生跟大悲心 那攻击来是很大 如果菩提心我们也要完成 我们可以再加菩提心 来吃大菩提心 不要吃大菩提心 我们下来观世人菩提心 你也可以加菩提心 来为佛 大众虚情修持大悲咒语 请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当我们的真诚心 能得到菩萨慈悲感应 我们所求皆得吉祥埋怨 我们要致诚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直达观世音菩萨的本心 可以辩才无碍 清净智慧 生起不退转的慈悲心 十方新闻 黄慧如笑瑞峰 高雄采访报导 进一期以后 感谢您的应用 不是